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最近没有一些特别让我不土不快的新闻 所以趁这个时间窗口 趁这个机会 我跟大家聊聊有很多 我早就想跟大家聊的话题 就是关于婚姻 关于情感 关于育儿等等这些周边的信息 我是很早就想跟大家聊的 所以今天咱们先聊一期 聊什么呢 聊聊这个题目上就是催婚 最近中国国内的朋友 有时候跟我说 说砖头你知道吗 国内现在不流行相亲了 我说哟 那不流行相亲流行什么呀 他说现在流行催婚了 很多父母原来是带着孩子的资料本 照片履历 到公共园里给孩子相亲 大家记得吗 现在发现我相了亲了 孩子不好好 不好好去处决 还是不结婚 最后家长发现了 问题不在我去公园帮孩子相亲上 这问题出在孩子你们自己不想结婚上 所以找到了根源矛盾之后 现在中国很多父母是变了个方 我天天催孩子 我让你自己着急去找去 给我结婚去 这里我找了一些网上总结出来这些网友反映的这些催婚的例子 我给你们念一下 那是相当的精彩 说实在的 我看到这些这个爸妈 这些父母这些这个长辈他们的留言的时候啊 我都精了 我真是没有想到中国父母能操心操到这个程度 很多父母觉得说 儿女没有结婚就让他们丢足了面子 我觉得中国父母的面子也是真容易丢 孩子没上大学丢面子 没有工作丢面子 没有媳妇丢面子 没有老公丢面子 他们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够按部就班结婚 我们家孩子就不能呢 你看他们都说什么了 一个网友说 说有一回我爹买了一个冰淇淋回家 我拿起来刚要吃 我妈就抢过来了 说哎 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你想吃让你男朋友给你买啊 哦 不对 你没有男朋友 我去一万点打击一万点暴击啊 这就这就算轻的 你知道吗 后面还有更狠的 你看这个啊 说是刚才是被父母催婚 这够悲催的吧 比父母催婚更悲催的 是被爷爷奶奶催婚啊 这个说说这个呃 爷老奶奶每天搬个小板凳 坐在电视前面看什么吗 看《非诚勿扰》 一边看一边数着他啊 说你赶紧嫁人吧 你不嫁人就嫁不出去了 他说说你看《非诚勿扰》 那些男孩女孩啊 哪个不比你帅 哪个不比你优秀 哪个不比你漂亮 他们现在都嫁不出去 你更瞅瞅你啊 你还嫁得出去吗 我去这话说的真的是 还有的说的更直接 说这个说我国庆回家住了两天 我爸就问我说我回家了 我养那狗怎么办啊 我就说我说他已经是四五岁的狗了 你算成年了 在家自己待个一两天没问题 我给他准备了食准备了水 我爸说说养条狗都四五岁了 你要是生个孩子这会都上幼儿园了 你听听这哪有拿狗跟孩子比的 还有说说说我亲妈发了一个快手搞笑视频给我 主题思想就是你不是不想结婚 你是没人要 还有的说说你再不结婚 你爸的单位随了几十年的份子就要打水漂了 而且跟你说啊 我们新换的房子里没给你留房间 你要回来书房打地铺 还有一个网友说说 三十岁这一年太痛苦了 从老妈到老板都开始催婚 于是被全天24小时循环 循环催婚 现在好像是只要是男的活的就可以 你出去吃个饭去 你就说 人就说说你要是有男朋友也不至于吃不完 你家门坏了 你就说你要是有个男朋友也不至于锁不上 你出去玩去去旅行去 你说你要是有个男朋友也不至于加床和我们睡一起 以至于说哪天晚上单位加班 凌晨回家了 这个加班回家了 家里人说 你不是出去约会去了吗 为什么晚上还回家 就人家怀疑说 我是亲生闺女吗 那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不就给大家 就不给大家一一念了 那我想通过这个事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我发现中国的这个催婚现象 它深层反映出中国的这种 次序界限混乱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面对父母的相亲摧毁也好 私底下跟朋友吐槽都说 说你们他妈的小时候 我喜欢个女生 我喜欢个男生 你们撕我传的条 偷看我日记本 每天下学的学校门口跟踪去 生怕我跟别人跑了 生怕我谈恋爱早恋影响学习 结果我大学毕业 我工作没着落的 房子没着落的 我犯折还没解决的 你们就想让我生孩子了 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确实是 在中国父母的眼里边 我不知道看我频道的朋友 有没有中年的 就是你们有孩子 现在正在逼婚你们的孩子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想说 我请你们想一想 你们思想里边是否充斥了 中国文革时期的很多那种思想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可问题是这种东西能实现吗 就跟那个图一样 对不对 肥猪赛大象 就是鼻子短 全射杀一口 足够吃一年扯蛋子 你给我拉出来猪来看看 不说别的 这猪真养出来 跟这话似的 你他妈敢杀吗 对不对 你对于孩子 你爱情这种东西 它是能强迫的吗 感情这种东西 它是能催的吗 你小时候不让他谈恋爱 小时候不让他找朋友 到了工作了 你马上就让人生孩子 这中间很大一块 就跟那个大裂钢铁 跟那个什么亩产万金是一样的 你中间跨过了一个巨大的中间环节 你们家长为什么不考虑这一点呢 文革的时候说 要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 你多它就不可能快 任务多你怎么可能快呢 你好就不可能省 你要想做的好 你就必须要好功好料 对不对 那么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思想 为什么还这么深刻的存在于很多中国父母的心里呢 砖头今天指出来 我不在乎说上年级的父母们 你们看完了以后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思想 我想点出这个问题 是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思想里边能够尊重客观规律 不要再有这种就是说人定胜天 非要搞这种人的自我意识强加于自然规律之上 这种这种狗屁事情 因为它不可能实现 那会儿弄三峡大坝的时候 对不对 还江南一片鱼米之乡 什么三峡水利调控 利于长江整个水文建设 吹的什么样 人定胜天 对不对 结果怎么样了 中国今年 去年 这大水 脸打得啪啪的吧 他不可能 说这么多就为了证明 他不可能胜过自然规律 而且咱们退一步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的孩子为什么不结婚 你们有没有花心去理解 去想一想 他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没时间 还是因为收入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很自卑 还是说这个社会的问题 择偶标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到底是为什么没有结婚 我们小时候读童话 美女 好漂亮的小姑娘 最后总能遇到王子 可是现在现实时中告诉我们 美女遇到的不是王子 美女遇到的是前面都突破的王总 美女二十 王总四十五十 但是什么 人家有宝马 人家有劳斯莱斯 中国现婚是这样的 整个这种错位 这个问题你们不考虑 单纯的逼自己的孩子 前面不久了 不是有一个被催婚催的 已经跳河了 顺便我还要提醒一句 中国的现在很多男生女生 你们真的做好了结婚的准备吗 很多父母你们觉得好像把两个人 跟给猪配种一样 把通猪母舟放在一个圈里 他们又生完孩子 你们抱碗斗 是这样吗 不是啊 那是要两个人一起过日子 那是人 那不是猪 所以说婚姻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 非常深奥的东西 两个人在婚姻里边要共同 共同 同舟共济 两个人要一起维持 是要一起付出为这婚姻一起牺牲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我坦白的说 专头有什么说什么 男生想从女生那里吸取温暖 在床上要像当妇 在这个带出去 要像贵妇 在厨房里边要像主妇 想在这个工作之余 累了一天了 回家翘脚丫的 可以看见是有人给自己捏腰捶腿 还有人给自己做饭 带孩子生孩子 男人是这么想的 女人想的是 我想找个老公要疼我 爱我 照顾我 哄着我 天天跟我讲笑话 我累了以后 有人给我做饭 你看看这两个人想的都是索取 那么两个人 谁付出呢 所以你想象这样的 怀着这样期待的两个人 在一起玩的时候 在一起处朋友的时候 出去就开房 旅游就开车 没问题 没有涉及到孩子 没有涉及到付出 没有涉及到房子 没有涉及到日常 没有涉及到家庭 什么刷碗 干家务 扫地 都没干 没有涉及到这个时候 生活是很美好的 因为酒店有人去帮忙管理 对不对 出门 做一些教育工具也不用愁 也没有贷款让你还 你真的进入这个家里 你会发现在婚姻里边 只有一个字付出 就像我以前说的这样 结婚了 我有孩子的时候 半夜起来 你们平时半夜孩子哭了 你们平时千言万语的恩爱 不如半夜三点孩子哭了 你跟媳妇说 你好好睡吧 我去哄孩子 谁他妈不想长生睡觉 谁不想多睡会儿 谁不是第二天 还有好多事忙着 对不对 但是你能为对方牺牲 行动做出来的 比嘴里喊的要重一万倍 可问题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 做好了这个准备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们忙碌催 你们催的是婚的 你们催的还是命的 那么第三点 今天我想说的最重要一点 就是还有一个是次序的问题 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说你妈和我掉河里边 你先救谁 这是被称为很多男人 无法回答的问题 但这问题世界应该怎么回答 我妈由我爸来救 你我来救 就这么一个问题解答了 因为这是西方的一个传统思维 就是说在西方的人的家庭 是这样的 丈夫 妻子生了孩子以后 是平行的 他自己 就18岁以后 成年以后 出去再找另一对 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你看到西方的社会 包括家庭结构 它是一落一落 一落一落 像很平整的一块 就是一块平整的砖 一块平整的砖 一个砖落 一个砖一个砖 这样一个个家庭 它非常稳定 也非常注意界限 孩子一旦成家了以后 他的选择 跟父母就无关了 父母也不会再干涉 父母说的最多的句话就是 我尊重你的选择 当然父母为了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孩子 独立之前 会尽可能地讲述他们 给孩子讲述他们明白的道理 但是他一旦独立了 我就尊重你的选择 过好过来是你的事情 我要携手我的老伴 过我的人生 中国不是 中国的人生是这样的 中国的社会结构 就好像你们看俄罗斯方块 刚才我们说的 西方的是一块块 长条的砖 一块一块一块 而中国的家庭结构 是一个一个畸形的俄罗斯方块 你很难把它们完整的拔在一起 或者是妈妈 吊着儿子 或者是吊着女儿 不停的干涉 你该生孩子了 你要生男还是女孩 你应该怎么弄 天天搅和在一起 中国的婆媳关系 为什么西方没有婆媳关系 这么这么 就说西方也有婆媳关系 但是西方没有这么严重 婆媳矛盾没有这么对立 因为太近了 对不对 中国的妈妈管得太宽了 天天把着自己儿子 好家伙我养了20多年的一个儿子 好家伙来了一个女人跟我抢 我这看他不顺眼 做饭也不对 穿衣也不对 教育也不对 跟我儿子说话也不对 可是问题是 那关你什么事啊 那是你儿子的人生 不是你的啦 说实在的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共鸣 你真的可以把这个内容分享给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 让你们的父母 如果你是被催婚所困扰的话 你可以让你的父母来看一看 我砖头在这里说的 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 说实在的 现在中国女性 结婚最怕遇到什么 很多人都能轻易回答 最怕遇见父亲汉 好 第二怕什么 第二怕 最怕遇到妈宝男 为什么中国现在盛产妈宝男 很多家长你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你们管孩子这管孩子那个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那些小狮子 那些野兽成年之后 到一定岁数之后 父母都会凶狠地把他们赶离巢穴 小鹰小鸟在巢里不愿离巢 父母会凶狠地把他推出去 野兽尚且都知道 那才是真正为孩子好 因为自己有一天会老会死 而孩子他要继续往前走 他早一天独立 他未来就多一分把握 那才是真的为孩子好 这个道理野兽都懂 可是很多家长不懂这个道理 你们护着你们的孩子 替他决策这个决策那了 到了时候 生理上挺大一老爷们了 看着五大三粗的 脑子里还跟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样 出了事情 知道回家哭找妈妈 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人能放心 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他 夫妻两个人吵架了以后 你这样回告我妈去 我呸 你这样就别结婚 男人是什么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是要扛雷的 你在外面装孙子也好 你看看日本 日本很多男的 在外面真的是装孙子 但是他回家以后 用他在外面的拼搏 给自己的妻儿撑起一片天 自己的妻子 绝不会因为说 偶尔看了男人 在外面给人家擦桌子 给人家干一些很 说很没面子的工作 就看不起自己的老公 人家很尊重自己的男人 为什么 人家用双手养活这一家 这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可是现在中国盛产什么 盛产妈宝男 还盛产啃老族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男人他没有独立 没有自立的能力 我说这些话不是想刺伤某些人 我是想告诉你们这个残酷的事实 如果你现在看我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自立的话 我希望你加油 努力 你要知道你应该要自立了 说实在的中国现在社会风气也确实歪的很邪乎 你看看现在屏幕 中国屏幕上那些流行的那些男团 那些小鲜肉 一个一个的 啊那个姿态 我啪啪啪几个大嘴巴 你什么玩意儿啊 那是个男人的形象吗 男人应该是那个样子吗 铺织磨粉 那叫男人吗 啊 男人该有的品格是什么 男人该有的气概是什么 男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表面上的皮肤 啊 不是你化的妆 不是你做多少面膜 那个皮嫩的跟什么一样 不是的 男人的魅力来自于他的承担 男人的魅力来自于他的担当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这是旧社会 中国农民妇女都明白的道理 男人要给家里支撑 说的有些跑题了 咱们说回来 说这些道理万 目的是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中国现在的次序出现了问题 夫妻是你们如果有信仰的话 你们夫妻之间还有一个更高的上帝 如果没有信仰 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要高过你们的父母 不要再搞成一个一个左倾右倾 拧携扭成这样激情的家庭情况了 你的家庭 今天听我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你的家庭应该只有你和你的妻子 或只有你和你的丈夫 不要往上做粘连 那只会害了你 而且对于这些老一辈的朋友们 广告节目的 你也要清楚 你们的孩子跟你们粘连的过多之后 也会伤害到你们自己 当然了我必须要承证的是砖头不是说 你们就不应该跟父母联系了 不是不是 千万不要理解错了 该爱父母还要爱父母 因为他们毕竟养育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要爱他们 我们要照顾他们 他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尽可能去孝敬他们 这都是对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 这条线叫做界线 不要跨越 做孩子的你不要跨越 更重要的是我想说 做父母的 你们要有这个界线的概念 手不要伸得太长 我以前看过例子 儿子结婚了 一直没孩子 人问为什么 那女的说 她的母亲 每天晚上进来给儿子盖被子 还卸了他们卧室的锁 那女的说 谁敢在这种情况下 跟她怀孕生孩子 做一半的时候 她妈进来了 你怎么弄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 今天我跟大家讨论催婚的话题 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 我真心想规劝中国的这些父母们 你们要 就刚刚我说的 注意这条界线 不要越线 而另一方面 我也想鼓励年轻的朋友们 试婚的 你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们 勇敢的去对抗父母 这个是很复杂的 我不是说你们断绝父女关系 父子关系 就像刚刚说的 你们要爱她 照顾她 孝敬她 都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 当她有错误的命定的时候 你要区分的对待 你要勇敢的能够弄 你们不要觉得说她是父母 你就不好意思 你怕伤了她 你最后 拖拖拖 你最后终究会承受不了 到时候有些人就像之前 跳楼队的女孩 很多女生在这个问题上 内心的脆弱 会积累到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说对于很多女性朋友 我劝你们 你们的勇气要拿出来 你早点跟你妈跟你爸说不 比你晚的被逼逼的要跳河 要好得多 勇敢跟他们说不 我的婚姻 我做主 我遇到合适的 我必然会嫁 不要再催我了 好 那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6日 2020年马上过完了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边 2021年里边 很快就要春节了 有一些人你们不必再遭受催婚 我也祝大家在2021年里边 能够找到你们生活中的另一半 好了 那今天这个话题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